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人是时代的产物 但时代会跟着人的意志前行 南北朝后期 高欢和宇文泰是这个时代的主角 他们直接的对决 引领着整个时代的走向 杀掉孝庄帝后 意气风发的尔珠照 火速赶往老家秀荣 因为何熙人 歌斗灵不凡 趁尔珠照进京之际发起进攻 尔珠照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结果因为轻敌大意 被歌斗灵不凡打得大败 只好退守进阳 为了报仇 尔珠照向高欢搬救兵 然后继续出兵攻打歌斗灵不凡 尔珠照认为 此次高欢一定会前来相救 但自从尔珠荣去世后 高欢已经打算和尔珠氏划清界限 但又不能和他决裂 便答应出兵相救 不过故意放慢速度行军 在尔珠照和歌斗灵不凡两败俱伤时 高欢终于到达了战场 此时的歌斗灵不凡 已经是强弩之末 高欢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其斩杀 如果尔珠照稍微有点正着头脑 就会看出高欢是在坐收渔翁之力 但尔珠照不但没往那方面想 反而觉得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 并将他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高欢此番前来相救 是看中了尔珠照手下十几万鲜卑流民 这些流民是当初尔珠荣镇压葛流下的 尽管此前尔珠荣曾安置过他们 但后来这些流民又聚集到一起作乱 尔珠照将其视为一个难题 高欢之所以想要这些流民 是因为他的部队仅有上万人 如果能把这群鲜卑人争取过来 稍加训练就能成为一支强悍的部队 为了争取这些流民 高欢主动前去结识在尔珠照手下 做事的贺拔允 贺拔允是贺拔岳与贺拔盛的哥哥 但声望远不如两位弟弟 高欢看准了这一点 便主动前去拉拢 贺拔允知道 在尔珠照手下很难有出头之日 便暗中投靠了高欢 当尔珠照为如何安置这些流民发愁时 贺拔允提议将其送给高欢 因为高欢出身于六镇 对这些人的秉性比较熟悉 再者把这些流民送给高欢 一旦出现叛乱 直接追究高欢的责任即可 尔珠照认为有道理 便听从了贺拔允的建议 就这样 尔珠照将这十几万鲜卑流民 交给了高欢统领 局升淮北则为旨 淮南为局 这些流民在尔珠照手里是一个麻烦 而高欢很好地对他们进行了安抚 先解决了他们的温饱问题 让他们不会造反 再拿军功去激励他们 让他们踊跃参军 在高欢的改造下 这群流民被改造成一支战斗力十足的队伍 一直以来 高欢都在寻求独立发展的机会 想当初他只是怀硕镇的一个贱民 被人各种看不起 好不容易被大户人家小姐看上成为县中送信的小弟 结果因为到京城官员家送信的时候 没有蹲着吃饭 被当场打得皮开肉绽 那时的高欢就立志要出人头地 后来辗转来到了尔珠荣旗下 凭借自身的打拼成为地方官员 如今尔珠荣已死 他不想继续为尔珠照做事 于是向尔珠照申请到太行山以东镇守 高欢的动机被慕容少宗察觉 当初尔珠荣非常依仗他 尔珠荣死后他继续为尔珠照效力 慕容少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告诉尔珠照 高欢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人 切不可让他拥兵自重 由于慕容少宗看不上尔珠照 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不太好 对此尔珠照不但没听从建议 反而认为是慕容少宗 故意挑拨他和高欢之间的关系 一怒之下将慕容少宗抓了起来 然后放高欢离开 托里尔珠照阵营后 高欢犹如蛟龙入海 此时的他高兴得有点忘乎所以 人一旦飘飘然就会犯错 不久后高欢就犯了一个错误 高欢在途中恰巧遇到尔珠荣的 遗双北乡公主从京城返回晋阳 作为尔珠荣的旧将 高欢主动前去拜会客套一下 但高欢去拜会北乡公主的时候 发现他那里有数百匹毫码 高欢想用自己的马和北乡公主交换 但被拒绝 在冷兵器时代 战马是非常重要的作战载体 一匹好马能大大提升士兵的战斗力 高欢不想错过这些好马 于是强行将北乡公主的好马夺了回来 然后给他留下了一些猎马 北乡公主返回晋阳后 义愤填膺的向尔珠照讲述了此事 尔珠照听后大怒 此时的他意识到高欢已经不再忠于尔珠事 于是命人将慕容少宗放出向他请教对策 慕容少宗说 高欢的部队以步兵为主 行走速度不快 现在派骑兵去追 一定可以追得上 尔珠照是一个极脾气 他当即带着一只骑兵精锐前去追赶 终于在湘园看到了高欢的身影 不过此时的高欢已经渡过了张河 尔珠照害怕渡河的时候遭到袭击 只能隔着张河大骂高欢 对此高欢并不生气 他说他向公主戒马是为了增强部队作战能力 更好地对付太行山的山贼 如果尔珠照想处置他可以随时下令 不过他担心自己受到处罚后 手下的这批鲜卑人又会造反 尔珠照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 他想到高欢当初曾救过他的命 如今他为了几百匹马就怀疑高欢 瞬间觉得有些惭愧 为了表示歉意 他游过张河 解下自己的配刀向高欢道歉 并直言自己受了小人的蒙蔽 如果高欢想杀他 他绝不反抗 尔珠照以为自己的举动像一个大义凛然的英雄 但在双方将士眼中 这种举动和傻子无异 不过高欢并没有杀他 他担心此时杀掉尔珠照会引起尔珠家族的反击 此时的他还不是对手 便主动斩杀白马 宣誓自己对尔珠是绝无二心 此举看得尔珠照热烈盈眶 恨不得当场给高欢磕一个 随后两人喝酒酗旧 大醉一场 第二天 尔珠照邀请高欢 到他阵中与他痛饮 但高欢推脱身体不适 便没有前往 此举让尔珠照心中犯了嘀咕 不过昨天刚表现过兄弟情深 今天再翻脸会让人笑话 于是 他满腹狐疑地返回了晋阳 尔珠照回到晋阳后 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公元531年2月 尔珠照的同族兄弟尔珠天光 和叔叔尔珠世龙担心他在家族内一家独大 便联合废掉了在位仅四个月的元业 然后拥立孝文帝的侄子 元公为帝 史称杰敏帝 元公登基后 尔珠天光和尔珠世龙 凭借拥立之功控制了朝堂 为了稳住尔珠照 尔珠世龙让自己的大哥尔珠燕博前去劝说 在尔珠燕博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尔珠照才没有发兵进洛阳 完成政变后 尔珠天光想通过诸沙大臣在朝中立威 由于之前尔珠戎发起的和音之变 影响太恶劣 尔珠天光遂缩小了诸沙范围 经过一番密谋 他们打算对洪农杨氏动手 洪农杨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 仅在北魏一朝就出了三十二位刺史 七位太守 还有一些能征善战的武将 杨氏之所以能在北魏开支散叶 主要是因为他们很忠诚 在孝庄帝诸沙尔珠戎的过程中 大将杨侃曾参与其中 尔珠天光便以此为名诸杀了杨家上百人 除了极个别的逃脱之外 剩下的上百口人悉数被诸杀 自东汉以来 兴盛了四百多年的洪农杨氏 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朝中大臣对于杨氏灭门仪式浸若寒蝉 这也意味着尔珠氏正式掌控朝堂 尔珠氏龙担任上书令 总领朝政 尔珠天光占据关中 尔珠仲远控制徐州 尔珠照盘踞兵州和坟州 尔珠氏虽然占据了大部分地盘 但他们并不得民心 因为他们形势过于残暴 尤其是尔珠仲远 他在辖区内制造各种血腥事件 他将附加大族的男人全部诛杀 然后霸占族中的女性和财物 有压迫必然会有反抗 不久后 辖区内的百姓便纷纷揭杆起义 对此尔珠氏进行了疯狂的镇压 在尔珠氏霍乱朝堂之际 高欢正在紧锣密鼓地壮大自己的势力 脱离尔珠氏之后 他一直在寻找安身立命的地盘 最终他将目标锁定在河北 因为此时只有河北 还没完全被尔珠氏占领 锁定完目标后 高欢开始往河北进发 高欢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为了树立形象 他在进军的过程中严肃军迹 对沿途百姓秋毫无犯 甚至过农田的时候 他都要下马步行 以免战马踏坏农田 不过对于沿途军阀势力 高欢则会毫不留情地抢劫他们 以此来补充物资和武器 通过一系列的包装 高欢爱民如子的美名 很快传遍天下 人们知道 乱世中还有一股清流 高欢的沿以滤脊 最终也换来了回报 当他进入河北境内 当地世家大族渤海高氏就前来示好 高氏一族在河北很有实力 高氏家族为首的人名叫高乾 他有三个弟弟 分别是高慎 高敖曹和高济氏 高乾的父亲曾是渤海太守 他凭借自己的出身 结识了袁子忧 后来袁子忧成为皇帝后 高乾和高敖曹参与过反叛尔朱荣一事 后来尔朱荣被杀 高乾被任命为河北大使 高敖曹被任命为平北将军 他们兄弟俩一直在河北招兵买马 后来尔朱赵攻入洛阳炉走了袁子忧 随后派监军孙白耀到河北准备勤货高氏兄弟 高氏兄弟不想坐以待毙 于是联合河内太守风龙之率兵杀死了孙白耀 活捉了冀州刺史袁仲宗 占领冀州后 高氏兄弟推举风龙之为州刺史 然后打着为袁子忧复仇的名义讨伐尔朱氏 后来尔朱天光发动政变控制了朝堂 高氏兄弟担心尔朱氏会派大军前来围剿 于是四处寻找能投奔之人 此时恰巧高欢挺进河北 高氏兄弟听闻高欢的口碑很好 并且脱离了尔朱氏 于是主动前去归附 他们想与拥兵十万的高欢一起共谋大意 对于高氏兄弟的主动归附 高欢欣然接受 除了高氏兄弟之外 还有一股势力前来投靠 这便是著名的赵俊李氏 此时赵俊李氏的领袖名叫李元忠 他的父亲曾做过安州刺史 李元忠则在清河王帐下担任过参军 主部等职务 在叛军葛荣横行河北一带时 李元忠曾组织兵力前去反抗 葛荣被杀后 李元忠被任命为南赵俊太守 后来尔朱赵在洛阳作乱 并杀死了袁子忧 李元忠意识到天下即将大乱 便辞官回乡 静官时局 听闻高欢来河北后 李元忠便主动来归附 并给高欢描绘了清晰的事业蓝图 为了给高欢献上一份投名状 李元忠离开高欢大营后 立刻回去集结乡兵 准备攻打殷州 高前和风龙之则打开冀州首府 信都得城门 攻迎高欢入城 就这样 高欢几乎以零代价 顺利入主冀州 成为北方的一支净旅 几个月之前 高欢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 手中兵马不足一万 如今 他成为雄聚一方的霸主 手中精兵超过十万 旗下更是有诸多文臣武将辅佐 这等豪华阵容 很快引起了尔朱世龙的注意 为了制衡高欢 他让员工下令册封高欢为渤海王 征召他入朝为官 想借机消去他的兵权 高欢一眼就看穿了尔朱世龙的险恶用心 此时的他已经有了说不的能力 他并未接受册封 而是一门心思的在冀州养精蓄锐 公元531年6月 高欢和孙腾 胡立金等谋士商量后 认为现在是荷尔朱世正式决裂的时候了 于是秘密部署军队 准备前去讨伐尔朱世 与此同时 李元忠也顺利拿下了殷州 高欢任命他为殷州刺使 负责镇守殷州 为了能够名正言顺地推翻尔朱世 高欢在心腹亲信孙腾的建议下 拥立渤海太守元朗为皇帝 元朗是皇室宗亲 但已经不是核心人员 对于被拥立为帝一事 元朗并不乐意 不过生在乱世实力决定一切 就这样 在高欢的拥立下 元朗在信都登基称帝 随后 元朗加封高欢为丞相 陆上书氏 都督中外军士 高前担任侍中 高敖曹被任命为票齐大将军 孙腾和蔚兰根分别担任左右尚书仆业 从这份人事任命也可以看出 元朗是标准的傀儡 高欢拥立皇帝的消息 很快传遍天下 他的发迹速度也让很多人叹服 对此 耳朱世龙和耳朱天光并不以为然 他们觉得高欢就是葛荣的翻版 只要谢胡大军一到 立马就能铲平他们 但耳朱兆听后十分生气 他一直把高欢视作最亲密的战友 高欢却在他背后插刀 一怒之下 耳朱兆发兵攻打高欢 第一个目标便是殷州 驻守殷州的李元忠 自知不是对手 便弃城而逃前往冀州 耳朱世龙见耳朱兆主动发兵 他也想前去分一杯羹 于是劝说耳朱仲远带着贺拔胜 胡思春等人共同讨伐高欢 面对来势汹汹的耳朱世大军 高欢并没有慌张 他知道耳朱世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 如果能从中分裂他们 就可以不战而胜 于是他派人混入耳朱仲远军中散播谣言 舒耳朱兆打算联合高欢除掉耳朱仲远 与此同时 高欢又让人在耳朱兆军中放出谣言 舒耳朱世龙给耳朱仲远下了密令 让他趁机除掉耳朱兆 正所谓众口朔金 当谣言被传播上千次 也会以假乱真 耳朱仲远和耳朱兆虽然表面上装作无所谓 但他们内心已经开始猜疑 防人之心不可无 没过多久 耳朱仲远邀请耳朱兆到他军中商讨进攻高欢一事 耳朱兆为了保险起见带了三百侍卫随行 一到耳朱仲远军中 耳朱兆就感觉浑身不舒服 总感觉耳朱仲远要害他 于是当即策马扬鞭离开了大营 耳朱仲远得知耳朱兆离开后 让贺拔胜和胡思春骑马前去追赶 再把他请回来 耳朱兆看着身后的贺拔胜 以为是来追杀自己的 于是让侍卫把他们二人抓了起来押回大营 耳朱仲远得知贺拔胜两人被抓 认定耳朱兆和高欢已经秘密联合在一起 当即选择撤兵返回 耳朱兆并未为难贺拔胜 随后将其释放 耳朱仲远撤军后 耳朱兆决定继续讨伐高欢 高欢的离间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他最害怕的不是耳朱仲远 而是耳朱兆 这使他入主冀州后的第一战 意义非同小可 为了赢得此战 高欢亲自在阵前督战 而耳朱兆担心自己与高欢两败俱伤 便宜了耳朱士龙等人 心猿一马的他被高欢打得大败 高欢此意俘虏 耳朱兆五千多人 此战过后 高欢乘胜追击准备攻打叶成 叶成是仅次于洛阳的大城池 城防非常坚固 但高欢用挖地道的方式顺利拿下了叶成 俘虏了向州刺史刘弹 拿下叶成后 周边的青州也主动前来归附 随后 高欢将元朗安置在叶成 并将其作为都城 此时 高欢已经坐拥济州 向州 阴州 和青州 接下来 他将目标指向了洛阳 坐镇洛阳的耳朱士龙 此时才觉得大事不妙 为了对付高欢 耳朱士龙主动向耳朱罩赔礼道歉 遵他为家族领导人 耳朱罩是个爱慕虚荣的人 在耳朱士龙的劝说下 耳朱罩与耳朱士龙 耳朱天光结成了联盟 共同对付高欢 就在耳朱士看起来风生水起时 赫巴胜和胡思春觉得耳朱士气数已尽 他们想投降高欢 不过这两人已经把投降当作了家常便饭 他们担心此时前去投降高欢得不到重用 于是两人想了一个对策 胡思春给耳朱士龙献策 让他征召耳朱罩和耳朱天光的全部兵马 劝他征讨高欢 如果耳朱士胜了 他们就是守宫之臣 如果耳朱士输了 他们就趁机杀回洛阳 用耳朱士的人头向高欢投诚 在胡思春的劝说下 耳朱士龙心动了 接下来胡思春又自告奋勇 前去游说耳朱天光和耳朱罩 胡思春是一个口才极佳的人 在他的劝说下耳朱罩和耳朱天光都同意出兵 后来耳朱仲远和耳朱杜律也主动加入队伍 公元532年3月 耳朱士大军集结完毕 驻扎在环水 总兵力号称20万 不过 大军尚未出发 内部就出现了矛盾 耳朱罩和耳朱天光两人相互不服气 都不同意对方做主帅 最终 他俩推举老将长孙志为主帅 这种做法非常幼稚 因为长孙志只是名义上的主帅 实际上 军中内部还是各自为政 高欢得知耳朱士大举来犯的消息后非常重视 他知道这一战关乎两个阵营的未来走向 经过深思熟虑 他决定主动出击 他让风龙之留守夜城 他自己亲自率领三万大军前去迎敌 高欢统领中路军 左路军由高敖曹统领 右路军由他的堂弟高岳统领 当年三月底 双方大军在寒陵遭遇 两军相遇 耳朱罩本想在阵前痛斥高欢 结果被高欢堵得哑口无言 耳朱罩自知口才不佳 于是挥动令旗下令进攻 目标直指高欢 高欢也随即下令反击 面对耳朱士大军 高敖曹提着马朔 带着手下一众猛将直接冲入对方阵中 高敖曹号称万人敌 他挥舞着长朔 所到之处血肉横飞 杀得泄狐士兵不敢靠近 在高敖曹的冲击下 耳朱士阵型被冲散 相互之间各自为战 贺拔胜一看形势不妙 他按照事先准备好的退路 突然在阵前向高欢投降 得到高欢的许可后 贺拔胜又调转枪头 带着士兵杀向耳朱士大军 如此一来 耳朱士逐渐军心大乱 将士们无心恋战 纷纷溃逃 只有慕容少宗临危不乱 镇定指挥 为军队挽回了一定的损失 此战就是有名的寒陵之战 此役耳朱士遭遇了 前所未有的败忌 同时也成就了高欢的威望和地位 此役过后 耳朱士犹如树倒胡孙散 彻底崩溃瓦解 胡思春见耳朱士溃败 便与长孙志等人达成一致 当即兴夜兼程赶回了洛阳 准备捉拿耳朱士龙 向高欢线投名状 胡思春杀进洛阳后 将耳朱士党与尽数杀进 然后又派人前去捉拿耳朱士龙 和耳朱彦博 并当场将他们斩首 紧接着 胡思春又命人将洛阳城门紧闭 禁止任何人出入 当耳朱天光和耳朱杜律 率领残兵来到洛阳城下时 等候已久的胡思春下令 对他们放箭 耳朱天光怒不可遏 当场下令攻城 但此时的耳朱士残兵 已经是强弩之末 根本无心恋战 将士们只是象征性进攻了一下 便撤回来 耳朱天光见状不妙 火速逃走 没过多久 被胡思春派出的追兵抓获 耳朱仲远眼见耳朱士 被屠戮殆尽 他当即逃往南梁巷 消炎投降 至此 胡思春几乎将耳朱家族团灭 完美实现了事先制定的计划 随后 他将耳朱士龙两人的首级 和耳朱天光等人交给了高欢 并邀请他进京主持朝政 眼见高欢大获全胜 一直持观望态度的侯景 司马子如等人 都先后向高欢投诚 这些人都是高欢的老朋友 高欢也非常大度地接受了他们 远在关中的贺拔岳 得知耳朱士被团灭的消息后 马上命令宇文泰率军攻打 驻守长安的耳朱天光的弟弟耳朱显寿 并成功将其擒获 随后 贺拔岳向高欢表示祝贺 高欢也提拔贺拔岳为关西大刑台 大刑台是地区最高军事长官 贺拔岳和高欢本来是死对的 彼此之间水火不容 但高欢显然在政治上很成熟 他知道此时拉拢贺拔岳 要比树敌更重要 因此 把个人恩怨放到了一边 贺拔岳得到提拔之后 他又任命宇文泰为刑台左城 将府中的事物基本上都交给他处理 此时的高欢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霸主 他决定迁往洛阳 此时洛阳城内还有一个皇帝 那就是杰敏帝元公 一国不能存二主 高欢决定废掉其中一个 高欢本想废掉元朗 因为元朗的血统不如元公纯正 但他的心腹提示高欢 当初他们拥立元朗为帝 就是觉得元公是尔诸事所利 属于得位不正 如果废掉元朗 就相当于否定之前的自己 此话点醒了高欢 他便决定废掉元公 不过高欢也并未打算继续留着元朗 因为他的血统与皇室实在太远 继续扶持他恐怕难以扶重 最终高欢辗转找到了孝文帝的孙子元朽 并拥立他为帝 公元532年4月25 23岁的元朽正式登基称帝 史称魏孝武帝 元朽登基后 加封高欢为大丞相 兼任太师 他效仿当年尔诸容的执政模式 让自己的心腹 丰隆之 高潜和孙腾等人留在洛阳 他自己则率兵返回叶城 遥控指挥朝政 此时的高欢年仅37岁 已经实现了当初出人头地的目标 此时的高欢已经是北魏实际控制者 不过他还有一块心病 那便是驻守关中的赫巴越 为了试探赫巴越 高欢让皇帝下诏 让赫巴越入朝觐见 并调任他为冀州刺史 赫巴越接到诏令后如坐针毡 如果他入京觐见 恐怕会遭遇不测 如果不入京 高欢就会用这个理由举兵讨伐 赫巴越虽然雄俱一方 但与高欢相比还相差很多 就在赫巴越摇摆不定之际 他的心腹亲信薛孝通让他不要前往 否则一定会被杀 他告诉赫巴越 如今高欢看似势力雄厚 实则还有一大堆事情没有摆平 如今赫巴越占据关中之地 凭借天险地势 足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在薛孝通的劝说下 赫巴越便找了个借口推辞入京 高欢得知赫巴越拒绝入京后十分不满 但也正如薛孝通所料 此时的高欢根本没有心思前去讨伐赫巴越 因为他的首要目标是除掉耳朱罩 防止他东山再起 当初寒陵之战兵败后 耳朱罩逃回了晋阳 此时的他已经今非昔比 高欢为了击败耳朱罩 前后四次扬言要进攻晋阳 但每次都没真正出兵 以此来麻痹耳朱罩 后来耳朱罩觉得高欢只是吓唬他而已 并没打算真正讨伐他 便放松了警惕 公元532年年底 高欢像往常一样 对外声称讨伐耳朱罩 耳朱罩听后将其当作了耳旁风 公元533年正月初一 就在耳朱罩在府中大摆宴席时 高欢的军队突然杀了过来 将猝不及防的耳朱罩打得溃败 被逼上绝路的他 最终上吊自杀 耳朱罩的死让高欢有些动容 高欢能有今天和耳朱罩的帮助 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不是乱世相争 他们俩或许会是一辈子好朋友 但生逢乱世 只有你死我活 高欢命人后葬耳朱罩 后来慕容少宗带着耳朱罩的家人 向高欢投降 高欢念及旧情 给予他们后代 随着耳朱罩被杀 辉煌一时的耳朱家族 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高欢也将大本营迁往晋阳 在高欢讨伐耳朱罩这段时间 孝武帝元修毒杀了被软禁的 前任皇帝元公和元朗 当初高欢在雍丽皇帝时 曾考虑过元修的亲叔叔元月 元修得知此事后 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元月 这些行径足以说明 元修是个心狠手辣的人 同时也说明 元修不可能甘心做一个傀儡皇帝 不想做傀儡皇帝需要有实力支撑 而元修的底气来自王思政 胡思春和元宝剧等人的支持 胡思春作为一棵有名的墙头草 他想取代高欢成为北魏最有权力的人 便主动加入了元修的核心圈 为了制衡高欢 胡思春派人到长安拉拢贺拔岳 贺拔岳对此欣然同意 与此同时 胡思春还让自己的老朋友贺拔胜出任荆州 在那边发展军事 贺拔胜手下有两个得力战将 分别是独孤信和杨忠 杨忠的儿子杨坚就是隋朝的建立者 而独孤信则有十个女儿 其中三个女儿都成了皇后 其中一个女儿独孤伽罗就嫁给了杨坚 在独孤信和杨忠的辅助下 贺拔胜在荆州干得风生水起 除了提拔自己的亲信之外 胡思春还前去拉拢高欢的亲信高潜 在一次宫廷宴会上 元修问高潜是否会忠于自己 高欢表示会忠于国家 忠于皇帝 元修听后非常高兴 他认为已经拉拢高潜成功 后来 高潜认识到自己说话欠妥 为此后悔不已 身处政治漩涡的高潜 不想背叛高欢 但元修等人越来越强势 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于是 他将胡思春和元修等人 勾结一事告诉了高欢 并劝他尽快称帝 高欢为此训斥了高潜一顿 高潜为了自保 他向高欢请求离开京城 到徐州担任次使一职 后来元修发现 高潜与高欢之间来往信件密切 并认为高潜始终是高欢的人 不能为他所用 于是 元修给高欢写了一封信 说高潜在他们两人之间反复两端 高欢本来就对文武全才的高潜有戒心 如果高潜真的加入元修阵营 自己就会被大大撤走 想到此处 高欢决定 借元修之手除掉高潜 高欢将高潜与他的来往信件送给了元修 元修看完这些信件后大怒 便将高潜照到面前 拿出信件当面质问他 高潜百口莫辩 最终被赐死 赐死高潜后 元修准备将高敖曹等人一网打尽 于是派人前去冀州准备逮捕高敖曹 高敖曹提前得知此事 便前去投奔高欢 高欢假装不知道高潜的死讯 当高敖曹将此事告诉高欢后 高欢与高敖曹抱头痛哭 被蒙在鼓里的高敖曹被感动得生泪涕下 高潜的二弟高慎时任光州刺史 他得知高潜被杀后 也跑到了晋阳投奔高欢 高欢这招借刀杀人玩得炉火纯青 不但杀掉了高潜 还让以高敖曹为代表的河北大族 与元修结下了深仇大恨 此事过后 高欢觉得他和皇帝之间迟早会翻脸 不过他并没有过分担心 因为手握重兵的他可以随时杀入京城 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贺巴越 消灭吊尔朱兆之后 高欢将贺巴越视为唯一的对手 不过两人还未到兵戎相见之时 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的 当高欢在晋阳建立起丞相府时 贺巴越派人前去祝贺 宇文泰主动请应 他想亲自拜会这位传说中的人物 当宇文泰来到高欢府上时受到了后代 此时宇文泰十年二十七岁 而高欢已经三十八岁 此次见面 高欢对宇文泰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极力挽留宇文泰留下来效力 并给出非常优厚的条件 但宇文泰拒绝了 并急忙赶回长安 宇文泰走后不久 高欢便开始后悔 他觉得此举是在放虎归山 便派人前去追赶 宇文泰早料到了这一点 他一路快马加鞭 回到了长安 向贺巴越复命 宇文泰告诉贺巴越 高欢之所以还未篡位 是忌惮他 当务之急是拉拢周边 尚未归附高欢的势力 然后挥师东进辅助皇室 如此可成就一番霸业 贺巴越非常认同宇文泰的观点 随后又派他秘密进入京城 与皇帝联络 双方很快达成了联盟 准备共同对付高欢 在宇文泰的建议下 贺巴越派人联络周边各州刺史 他们都涉于贺巴越的势力 表示愿意接受节度 此时整个西北除了灵州刺史 曹尼拒绝归附之外 其他地盘都是贺巴越的势力范围 眼见贺巴越不断做大 高欢心急如焚 他想过出兵讨伐 但长途作战挑战性极大 而且他和贺巴越名义上 都是北魏的臣子 如果贸然出兵 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在谋士翟松的建议下 高欢采用了离间计 他派人前去拉拢秦州刺史侯莫陈月 当年侯莫陈月和贺巴越 在尔朱镕手下平起平坐 如今贺巴越成为西北地区的霸主 侯莫陈月只能屈居身下 做一个刺史 故而心里非常不平衡 此番高欢派人送给侯莫陈月 大量金银财宝 并许诺给他高官厚禄 这番公事让侯莫陈月放下了戒备 最终答应归附高欢 贺巴越对这一切全然不知 贺巴越为了一统西北 最决定前去讨伐 不肯归附自己的灵州刺史曹尼 并邀请侯莫陈月一起出兵讨伐 镇守下周的宇文泰得知此事后 力劝贺巴越防范侯莫陈月 但贺巴越自认为了解对方 觉得他只是贪财 不会背叛自己 便没有听从宇文泰的建议 公元534年2月 贺巴越与侯莫陈月在高平会师 老友重逢分外开心 期间 侯莫陈月邀请贺巴越到他帐中喝酒 贺巴越没有多想便去赴约 结果刚进大营 侯莫陈月让自己的女婿 趁其不备斩杀了贺巴越 作为雄聚一方的霸主 贺巴越带着满心不甘离开了人世 这种死法也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 由于此事发生在河区 后世称其为河区事变 杀掉贺巴越之后 侯莫陈月对贺巴越的士兵宣布 此次他只是奉皇帝之命行事 只取贺巴越一人首级 与其他人等无关 杀掉贺巴越之后 侯莫陈月害怕遭到报复 便火速撤军回到大本营 并派人向高欢报告贺巴越的死讯 并让高欢前来接收贺巴越的军队 贺巴越的军队由于群龙无首 此次征讨也宣布作罢 将士们也返回了平梁 此时平梁众将士来不及悲伤 他们当务之急事推举出新首领 继续带领他们闯事业 贺巴越生前手下有一众名将 其中以老将寇洛资历最老 起初众人推举他接替贺巴越的位置 寇洛以自己能力欠缺为由 拒绝了提议 后来经过商议 大家决定推举宇文泰为新首领 并派人到下周通知宇文泰 军中老将李虎不服这个决定 于是带兵前往荆州投奔了贺巴胜 驻守下周的宇文泰 得知贺巴越死讯后十分悲伤 悲伤过后 宇文泰紧急率人前往平梁 接收贺巴越的军队 以免局势生变造成大乱 宇文泰来到平梁后 在贺巴越岭前失声大哭 宇文泰能有今天的成就 全靠贺巴越的知遇之恩 悼念完贺巴越后 宇文泰在众人拥戴下 继任大都督之位 正式成为关隆集团的新一代领袖 就在宇文泰继承大都督之位的同时 袁修 贺巴胜和高欢等人 都派人前来接收贺巴越的余部 只不过他们晚了一步 宇文泰成为大都督之后 便开始了复仇之路 他打着为贺巴越复仇的旗帜 先拿下了援州 随后又对侯墨沉月的老巢 水落城展开攻击 在宇文泰的攻击下 侯墨沉月不是对手 他的军队被打得溃败 没有阵亡的将士们纷纷逃窜 侯墨沉月带着十几个侍卫一路逃窜 处境十分狼狈 后来在宇文泰的全面围剿下 侯墨沉月无路可逃 为了避免受辱 他带着儿子字意身亡 杀掉侯墨沉月 宇文泰成功为贺巴越报仇 他也因此证明了自己 在关中地区树立起了威望 宇文泰是个志向远大的人 宇文泰还要大 占据关中不是他的最终目标 图谋天下才是他的事业 图谋天下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要依靠武力 更要动脑子 下周刺史于锦是宇文泰的智囊 他提出一个构想 如果能把皇帝从洛阳迁到长安 就可以效仿当年曹操携天子以令诸侯 进而慢慢实现霸业 对此宇文泰表示赞同 于是他派人到洛阳 邀请孝武帝元修迁都长安 此时的元修虽然认为宇文泰非常忠心 但在迁都仪式上他还是比较谨慎的 便没同意迁都 就在宇文泰不知如何推进迁都仪式时 高欢和元修之间产生了决裂 当初高潜被杀后 元修和胡思春将高欢安插在京城中的亲信 逐渐排挤出了朝堂 对此高欢选择了忍让 得寸进尺的元修想要进一步拔除高欢的势力 于是将冀州刺史蔡骏免职 安排自己的亲信接任 同时撤销了建州的建制 让建州刺史韩贤失去了职位 韩贤和蔡骏都是高欢的亲信 元修这番调整让高欢忍无可忍 他上书要求元修撤回成命 同时让蔡骏坚守冀州 不要听从调任 元修对此十分生气 他打算起兵讨伐高欢 此时朝廷已经有了十几万军队 加之宇文泰等人的支持 他觉得足以与高欢掰一掰手腕 公元534年5月 元修征召各州兵马在洛阳集合 为了继续麻痹高欢 元修给高欢下了一道密诏 说宇文泰和贺拔胜心怀不轨 他此次召集兵马是为了讨伐他们两人 让高欢不要多下 高欢收到诏书后 准备假戏真作 他派人回复元修 说非常支持朝廷讨伐宇文泰 为了支持朝廷 他准备派兵到洛阳进行声援 元修本想刺激一下高欢 没想到 对方直接假戏真作要派兵前来 他害怕高欢大军进城后赖着不走 于是 火速派人告诉高欢停止前进 但高欢准备假戏真作 命令军队直奔洛阳 元修害怕高欢突然打进京城 于是决定弃城逃跑 此时他有两个目的地可以去 一个是镇守荆州的贺拔胜 另一个便是宇文泰 后来经过与大臣们讨论 最终决定到关中投奔宇文泰 在前往关中之前 元修拼命讨好宇文泰 将自己的妹妹平易公主嫁给了他 并封他为尚书仆役 此时朝廷内的官员分成了两派 一派愿意跟随皇帝前往关中 另一派则直接投奔了高欢 当高欢大军不断逼近洛阳时 派出大将高敖曹前去追赶 元修像逃犯一样 带着一众大臣往关中逃亡 最终成功到达了长安 来到长安后 元修加封宇文泰为大将军上书令 相当于把整个国家的军政大权都授权给他 没有追到元修让高欢十分恼火 他只觉得自己的人词导致了元修不断作大 他应该效仿尔朱荣那样杀人立威才可以 于是一声令下将朝中一众老臣全部诛杀 同时给元修送去书信 让他回朝继续执政 已经逃离湖口的元修不可能再回去 高欢也没指望他能回来 之所以给元修送书信是向世人传递一个信号 如果元修再不回来 他就在洛阳重新拥立一个皇帝 公元534年10月 高欢拥立年仅11岁的元善建称帝 史称孝敬帝 至此 魏国正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高欢把持着东魏 宇文泰把持着西魏 加上南方的梁朝 中国再次出现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善建计位后 高欢觉得 都城洛阳距离西魏太近 于是将都城迁到了叶城 留下高岳 孙腾 司马子如和风龙之在叶城主政 他自己又回到了晋阳大本营 以前高欢走的是仁义路线 如今的他打算走强硬路线 他先是派侯景前去攻打荆州的贺拔胜 并成功将其击败 兵败后 贺拔胜带人逃到了南梁 随后又接连拿下了衍州 冀州等地 将这些地方都交给自己的亲信统领 彻底实现了对东魏的掌控 逃到长安的元修本 以为能在此过上舒服日子 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又进入了虎穴 他本想控制宇文泰 结 果发现宇文泰比高欢还要强势 宇文泰先处死了元修几个宠爱的妃子 故意惹他大怒 随后又用一杯毒酒了却了他的性命 此时距离元修来到长安还不到半年 元修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血性的皇帝 只可惜他缺少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脑子 元修死后 大臣们推举年幼的元赞为皇帝 觉得小孩控制起来比较容易 但宇文泰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他拥立28岁的元宝具为帝 后来证明 宇文泰的选择是正确的 因为元宝具非常明白自己的定位 他登基之后 不插手任何政务 只负责在宇文泰后面摇旗呐喊 谁也想不到当初意气风发 在战场上痛打高龙之的元宝具 在宇文泰手下变成了听话的小绵羊 元修的旧将胡思春等人 见元宝具被收拾得服服帖帖 也不再怀有大志 安心听从宇文泰差遣 得知元修的死讯后 高欢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哀悼仪式 并借此讨伐宇文泰 他派司马子如为主帅 前去攻打西魏控制的同官 双方再次爆发了小规模战役 最终以平局收场 此时的高欢和宇文泰已经势均力敌 彼此知道很难将对方一举击破 因此暂时止歌休整 在双方休战期间 高欢开始着手处理内政 所谓的内政就是他的家事 高欢是一个非常好色的人 他的爱好和曹操有点类似 对离异妇女寡妇之类的少妇感兴趣 除了原配妻子娄昭君之外 他后宫里都是王公贵族的遗孀 比如尔珠蓉的女儿 尔珠英娥 元秀的皇后 尔珠罩的女儿 小尔珠氏和其他皇室宗亲的妃子 都是有过婚史的人 有其父必有其子 高欢这番作为 也引起了高氏子弟们的争相模仿 高欢有一个亲弟弟名叫高称 结果与小尔珠氏私通被发现 高欢一气之下将他活活打死 高欢不舍得杀小尔珠氏 便将他赐给了自己的部将 高欢的长子高成 遗传了高欢的基因 也非常迷恋有夫之妇 他趁高欢外出打仗之际 和他的宠妃正大车通奸 这属于母子乱伦 当高欢得知 他们俩通奸后大怒 将高成关了起来 而朱英娥趁机在高欢耳边吹风 让他把高成的母亲 娄昭君一起废掉 改丽尔朱英娥为王妃 司马子如等人不想看到高欢犯错误 在他们的苦劝下 高欢才没有废掉娄昭君 并将高成放了出来 混乱的家世 并未磨平高欢的意志 他一直想踏平西魏一统中原 公元536年 西魏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天灾 粮食绝收 死伤者不计其数 高欢觉得这是天赐良机 便准备再次对西魏动手 公元537年正月 高欢分三陆大军大举进攻西魏 高欢统领北陆军进攻普版 高敖曹为三军主帅进攻上落 中陆军由高欢的联金窦泰担任 高欢前来讨伐的消息传至长安 朝堂上下一片慌乱 大家都在等着宇文泰发言 宇文泰表示 高欢率领大军一路上行军缓慢 肯定是宜兵 目的是牵扯西魏的注意力 高敖曹从荆州前来 一路上山高路险 应该是偏师 此次大军主力应该是窦泰的 而且目标就是通关 宇文泰表示 如果派出三陆军队和高欢对抗 必败无疑 如果把所有军队集结在一起 主攻窦泰大军 则有一线生机 他建议舍弃高欢和高凹槽 全力应对窦泰 宇文泰的分析虽然很客观 但过于大胆 这相当于长安不设防 一旦高欢加速行军 长安就会被轻而易举攻破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满朝文武大多数反对宇文泰的提议 但苏绰和达西武赞同宇文泰的意见 这两人是宇文泰的心腹亲信 有了他们的支持 宇文泰决定将全部兵力放在窦泰这一路 打定主意的宇文泰 将大军集结在窦泰这条线上 并在同关北侧的小关与窦泰相遇 窦泰本以为宇文泰的主力军队 已经被高欢牵制 没想到被对方识破 宇文泰的突然到来 让窦泰猝不及防 在宇文泰的全力围攻下 窦泰几乎全军覆没 他不想做俘虏 最终拔剑自吻 拿下窦泰后 宇文泰又率军北上前去迎击高欢 实际上 在窦泰和宇文泰刚相遇时 高欢就得到了消息 但生性谨慎的他担心 这是宇文泰摆的移兵计 便没有趁虚而入 当他得知窦泰死讯后 伤心欲绝 因为窦泰率领的全部是精锐部队 而且窦泰还是他的心腹亲信 这般打击让他难以承受 高欢的悲观情绪也在军中蔓延 将士们已经无心恋战 为了保险起见 高欢决定撤军 这次战役被称为小关之战 高欢返回晋阳后 心里非常不甘 他本想来一个声东击西 结果被宇文泰将计就计 他觉得此次失败 并不是自己的军队不够强 而是轻敌大意导致的 此役过后 东魏再次进入到修生养息阶段 高欢将重心放在治理内政上面 高欢是汉人出身 但他从小生活在鲜卑人为主的怀朔镇 生活习性已经和鲜卑人无异 在高欢执政下 鲜卑人的地位要高于汉人一等 朝中大臣也是如此 不过有一个人例外 那便是高敖曹 高敖曹是汉人出身 但战斗力极强 可谓是当世第一猛将 高敖曹从来不把同朝的鲜卑武将放在眼里 动不动就对他们武力相向 但高欢都选择了忍让 因为高敖曹非常善于带兵打仗 其次高敖曹对高欢非常忠心 在高敖曹的带领下 汉人在军中的地位 勉强与鲜卑人平起平坐 北魏后期 国内贪腐成风 到了东魏时代 这种风气依然没有好转 大臣杜碧请求高欢治理军队贪腐 高欢则表示 贪腐是杜绝不了的 如果执法太严很难激励将士们打仗 可杜碧依然不依不饶 他满嘴大道理 让高欢治理贪腐问题 并以王国作为警示 为了让杜碧改变看法 高欢招来一批弓箭手 让他们分成两排 再命他们拉满弓箭等待射击 随后 高欢让杜碧从士兵中间穿过去 杜碧生性胆小 穿过队伍之后 吓得满头大汗 高欢将杜碧叫到身边 说你们这群胆小怕事的文人 没有资格对出生入死的将士 指三道四 打天下一仗的是士兵 而不是文臣的笔杆子 杜碧听后 连忙磕头谢罪 高欢这番话 让将士们听得热血沸腾 但也体现出了他的局限性 他可以默许贪腐这种事情存在 但不能明目张胆地鼓励贪污 这种态度 也给高欢创建的王朝 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隐患 此前在小关之战中 获胜的宇文泰 并未因此高兴太久 因为关中的汉情依然在持续 粮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 宇文泰在侄子宇文身的建议下 攻打东魏的洪农郡 洪农郡是东魏的粮仓 而且驻军并不是很多 公元537年8月 宇文泰率领1万人前去攻打洪农郡 在出征之前 宇文泰严肃军纪 下令只准攻打官兵 不准侵犯百姓 否则军阀处置 在治军方面 宇文泰显然要比现在的高欢 更胜一筹 在宇文泰的带领下 很快便攻下了洪农郡 进城之后 将士们终于敞开肚皮 饱餐一顿 在宇文泰攻打洪农郡这段时间里 高欢一直在召集兵马 并准备下一盘大棋 当年9月 高欢让高敖曹率领 三万大军攻打洪农郡 他自己则亲率二十万大军 准备直取长安 此次 他准备避其攻于一役 宇文泰得知高欢的动向后 紧急返回关中 针对此次出兵 侯景建议将部队分为前后两部分 前军若胜 后军继续追击 如果前军落败 后军可以顺势顶上 保证万无一失 高欢认为 此举是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 便没采纳侯景的建议 此时的他坐拥二十万大军 宇文泰手中的精兵不过上万 其他士兵常年饿肚子 根本没有战斗力 就是一路平推过去 也能将宇文泰打垮 面对来势汹汹的高欢 宇文泰的将领们建议向西撤退 躲过这一劫之后再做打算 宇文泰再次力排众议 他慷慨激昂地说 高欢已经深入西魏国境 如果他们畏惧逃脱 百姓们必然会人心浮动 届时 东山再起就难上加难 宇文泰表示 既然高欢赶长途奔袭而来 就让他有去无回 他下令让将士们带三天的口粮 然后渡过渭河主动与高欢决战 公元537年10月初一 宇文泰抵达了沙院 这里是渭河与洛河交汇处的一片沙草地 距离高欢大军的驻地仅六十里 就在西魏将士们神经紧绷的时候 宇文泰的侄子宇文森信心满满地说 此次高欢人数虽然多 但都是从各州临时召集来的 没进行统一训练 战斗力不会强 其次 高欢孤军深入 对地形不熟悉 而西魏对当地地形了如指掌 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再者 高欢此次前来一心想为自己的联金斗泰报仇 操之过急必然会失败 将士们听完宇文森的分析后 觉得有道理 士气逐渐提了上来 为了进一步洞悉高欢的军事部署 宇文泰让达西武前去探查 达西武知道 东魏将士们贪腐成风 于是 他以止气使地进了军营 守军士兵都不敢上前询问 就这样 他把高欢的军营逛了个遍 给宇文泰提供了非常有利的信息 第二天 高欢大军抵达了沙院 来到沙院后 高欢见对方的旗帜嘻喜拉拉 认为宇文泰暗中藏了伏兵 经过反复打探后 才确认 对方确实只有一万多人 面对如此悬殊的兵力 高欢阵营的将士们 一片得意洋洋 很多将领甚至在战前 都已经提前喝了庆功酒 足见他们有多么轻敌 随后 高欢大手一挥 命令进攻 东魏士兵得令后一股脑的冲进芦苇滩 根本顾不上摆阵形 整个军队一片混乱 骄傲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当东魏将士们大乱之际 宇文泰亲自雷鼓 下令全线进攻 就这样 双方在芦苇荡里发生了血战 这场战争并未如 事先预料那样 呈现一边倒的局势 而是打得难解难分 越到后期 东魏将士们的劣势 就显现出来 由于他们是 临时拼凑起来的队伍 打到最后 纷纷各自为战 战斗力大打折扣 而西魏军却越战越勇 将东魏士兵打得溃败 高欢被这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怎么都没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局面 东魏将士们见局势不力 纷纷后撤 高欢却下令重整旗鼓再战 但将士们没有一人上前响应 高欢见大势已去 非常不甘地下令撤军 撤军的过程十分混乱 将士们都各自逃命 高欢身边只剩下几十个侍卫 在宇文泰的追击下 高欢侥幸逃过一劫 最终坐船渡过黄河才算脱鞋 这场战役就是有名的沙院之战 此战宇文泰俘虏了东魏七万多人 他挑选两万多名士兵补充军队 剩下的人全部释放 此战让东西魏的形势发生了逆转 自此之后 西魏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尽管宇文泰有运气的成分 但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运气之所以站在宇文泰这一边 说明他具备常人所不具备的特质 此次兵败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各地豪强健高欢兵败 纷纷揭竿而起 给东魏造成了严重的时局动荡 宇文泰认为 此次机会难得 便率领两路大军攻打东魏 一路攻打浦板 一路攻打洛阳 由于东魏国内起义军四起 加之西魏将士们士气正盛 西魏军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占领了洛阳 高欢得知此事后大为吃惊 他紧急召集高敖曹和侯景 共同出征前去攻打洛阳 并成功将洛阳围住 经过几个月的反击 高欢逐渐扭转了颓势 继续占据了上风 公元538年7月 宇文泰决定 亲自出马前去百平和洛一代的东魏军队 为了防止大后方生变 宇文泰带着傀儡皇帝 元宝具一起出征 宇文泰到达洛阳附近时 杀得东魏军溃逃 接二连三地取得了胜利 接连胜利让宇文泰有些麻痹大意 当他率兵前去追击东魏士兵的时候 恰好遇到侯景在周边埋伏 以一代劳的侯景凭借人数优势 将宇文泰杀得大败 宇文泰的坐骑重箭身亡 把他重重摔在地上 此时他的随从都已经逃散 只剩下他孤身一人 而东魏士兵已经慢慢围了上来 陷入绝境的宇文泰觉得难逃一劫 只是他不甘心这样死去 千军一发之际 宇文泰的嘟嘟李牧穿着一件东魏士兵的衣服 飞速跑到宇文泰面前 对他拳打脚踢 嘴里不停地辱骂 由于宇文泰平时不注重穿着打扮 加之在地上滚了好几圈 浑身脏乱不堪 一旁的东魏士兵以为他是个普通小兵 就交给李牧处理 等东魏士兵走远 李牧立刻将他扶上战马 两人飞速逃离战场 就这样 宇文泰惊险地躲过一劫 战后宇文泰赐给李牧丹叔铁券 可以抵十次死罪 以此来表达感激之情 此次惊险的经历并未让宇文泰退缩 回到大营之后 他立即组织部队进行反击 此时的宇文泰不再贸然进攻 而是稳扎稳打 将战场局势搬了回来 就在东魏军准备撤退时 高敖曹却下令进攻 自信满满的他想和宇文泰一决高下 于是率兵到宇文泰大军面前叫阵 并和宇文泰的手下大将轮番单挑 尽管高敖曹号称当是第一猛将 但他的手下远不如他勇猛 不久之后 高敖曹就成了光棍司令 他紧急撤退逃跑 最终到了河南南城 驻守南城的主将高永乐 是高欢的侄子 此前和高敖曹有过很深的过节 高永乐见高敖曹前来投奔 故意不开城门 起初高敖曹还破口大骂 后来声音逐渐软了下来 到最后变成了哀求 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高永乐铁了心不放他进来 不久之后 宇文泰的骑兵追了上来 高敖曹绝望之下 独自面对追兵 此时的他已经精疲力尽 最终不敌战死 十年四十八岁 高敖曹的死让高欢悲痛欲绝 他追封高敖曹为太师 大司马 不过面对见死不救的高永乐 高欢仅仅打了他两百军棍便了事 高欢对高永乐的处罚并不能服众 将士们一片哗然 与治军严明的宇文泰相比 高欢任人围亲非常严重 高敖曹死后 宇文泰继续下令追击 并斩杀了衍州刺史宋贤和大都督李猛 俘虏将士一万五千多人 东魏军队随即退到了黄河以北 就在宇文泰准备渡河之际 突然出现了大雾天气 士兵们伸手不见五指 侯警派人在西魏军中 散播宇文泰被抓的消息 导致西魏军军心大乱 宇文泰担心生变 于是下令撤军 结束了此次征程 虽然此次主动出击 给东魏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但西魏军同样损失惨重 这让一向习惯大胜的宇文泰很不适应 不过 他还是强行安抚重将士 准备择日返回长安休整 由于西魏军在前线接连失利 导致长安城内谣言满天飞 甚至传出宇文泰被俘的消息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趁机作乱 在长安城内烧杀抢掠 分散的各地的西魏军 纷纷响应叛军 一时间叛军势力不断作大 驻守长安的离虎 只得带着太子原亲逃跑 宇文泰听到消息后心急如焚 为了加快行军速度 他挑选了一批精锐 日夜兼程赶往长安 当他到达长安后 民心开始安定 叛军也逐渐瓦解 宇文泰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这一路征战让他精疲力尽 同样精疲力尽的还有高欢 从公元537年正月 到538年8月 短短一年半时间里 东西为连续打了三次大战 彼此的家底几乎都已经耗光 双方再次进入到修生养息阶段 他们开始把重心 放在各自内政和外交上 此前 宇文泰为了拉拢北部的柔然部落 让元宝具取了柔然部落首领 投兵可汗的女儿玉酒驴氏 以此来拉拢柔然部落 后来年仅16岁的玉酒驴氏 难产而死 高欢瞅准了时机 当即派人出使柔然 拉拢投兵可汗 为了表示诚意 高欢许诺 将东魏的公主 嫁给投兵可汗的儿子 为了亲上加亲 高欢让自己年仅6岁的儿子高湛 赢取投兵可汗的孙女 经过这一番联姻 东魏和柔然之间建立了合作关系 在内政治理方面 高欢的长子高成 表现出了不俗的天赋 他重视农业发展的同时 还大力推行水利治理 后来在律法制定 人才选拔方面 做出了诸多改革 使得东魏朝堂焕然一新 高成用实际行动证明 自己不仅善于搞乱伦 更善于搞政治 与此同时 宇文泰也在国内大兴改革 他重用苏绰为改革先锋 对国内的陈疾弊病 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苏绰领命之后 开始对政府机构进行精简 把一些不需要的容员 全部清理出去 省下来的钱用来支援军队 他规定朝廷发出的文书 用红色笔书写 地方上报的文书 用黑色笔书写 这就是红头文件的由来 这项发明一直沿用至今 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苏绰制定了记账法和户籍法 防止豪强贵族偷税漏税 除此之外 苏绰在改善民生 公正律法 平等税负方面 也做了诸多改革 在宇文泰的支持下 苏绰的改革都能落到实处 这些改革也使得西魏国力 蒸蒸日上 这种和平局面对两国百姓来讲 是一种福气 但统治者治理内政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发起战争 公元542年10月 高欢亲自率军从晋阳出发 向西魏进攻 当他到达玉璧城下时 驻守在此的主将王思政下令誓死抵抗 当时正值隆东季节 大雪纷飞 局势对东魏军很不利 高欢便下令撤军 此次撤军并未打消高欢卷土重来的念头 就在他准备重新集结攻打西魏时 东魏北豫州刺史高慎突然向西魏投降 此事打乱了高欢的整体规划 高慎是高敖曹的二哥 是高欢阵营的元老 深得高欢的信任 高慎的前妻是崔仙的妹妹 高慎因为休妻一事得罪了崔仙 崔仙是高成的心腹亲信 为了给崔仙出气 高成在内政方面刻意打压高慎 这让高慎觉得很不爽 但还不至于造反 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让高慎忍无可忍 高慎修掉崔仙的妹妹后 又娶了出身名门大家的小姐李昌仪 一次偶然的机会 高成见到了李昌仪 并惊为天人 春心萌动的他 当场就要对李昌仪霸王硬上功 奈何李昌仪拼命抵抗 才未让高成得手 高慎得知此事后愤怒不已 他觉得 只要继续留在东魏 自己的老婆早晚会被高成玷污 他一气之下决定向宇文泰投降 为了表示诚意 高慎打算将虎劳关献给西魏 虎劳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如果失去虎劳关 东魏的首都叶城将无嫌可守 高慎本打算联合自己的四弟高济氏 一起投降 但高济是选择继续留在东魏 并主动向高欢请罪 高欢没有怪罪他 还是让他继续担任晋州刺史 高慎的叛变让高欢非常恼火 此事纯粹由他的儿子高成而起 但高欢并未惩罚高成 而是打算杀掉崔仙泄愤 好在高成等人力保崔仙 才使得他逃过一劫 宇文泰收到高盛的详书后十分兴奋 他加封高盛为适中 然后当即决定亲率大军到虎劳关迎接高盛 为了避免虎劳关落入西魏 高欢也亲自率军前去阻止宇文泰 东魏大军经过长途跋涉 最终驻扎于盲山 此处是宇文泰前去虎劳关的必经之路 高欢吸取了上次杀院之战的教训 驻扎在此按兵不动 同时严密侦查西魏军的动向 长期耗下去对宇文泰不利 因为西魏粮食短缺 后勤补给比不过东魏 为了打破僵局 宇文泰决定主动出击 公元543年3月 宇文泰率领一队西魏大军抵达了盲山 他本想打高欢一个措手不及 但高欢已经提前探查到对方的动向 并占据有利位置列阵以待 此时的宇文泰已经是建在弦上不得不发 尽管他们不占据优势 但绝不能后退 于是他硬着头皮下令强攻 尽管西魏军依然英勇 但在准备充分的东魏军面前 还是被击溃 此意西魏军被斩杀三万多人 宇文泰也仓皇出逃 险些被高欢派来的追兵抓住 逃回大本营的宇文泰来不及休整 当即决定第二天继续攻打盲山 换作一般人 经历这般生死劫难 必然会平复一段时间 高欢也觉得宇文泰会休整几天 但宇文泰偏偏不安常理出牌 第二天一早 又率领大军向盲山出发 此次他改变了策略 想秦贼先秦王 于是他亲自率领中军袭击高欢所在的阵营 此时的东魏军队还沉浸在大盛当中 完全没想到 西魏军这么快就卷土重来 面对蜂拥而至的大军 高欢所在的中军阵营瞬间被击溃 他急忙骑马夺路而逃 身边仅有七名侍卫跟随 为了追捕高欢 宇文泰让贺拔胜率领三千精锐前去执行任务 之前贺拔胜投降了南梁 后来又回到宇文泰手下 并得到了重用 宇文泰之所以派贺拔胜前去追击 是因为贺拔胜与高欢有深仇大恨 他绝不会因为心慈手软放过高欢 事实证明 贺拔胜对高欢的恨意是真的 但天意难为 贺拔胜一向善于射箭 但偏偏那天他没有带弓箭 就当他策马狂奔 即将把高欢斩于马下时 高欢的亲信射中了贺拔胜的坐骑 使他马失前提 高欢因此逃过一劫 由于贺拔胜的家眷还在东魏 高欢回去之后 将贺拔胜的家人全部诛杀 贺拔胜得知此事后郁郁寡欢 不久后便离开人世 曾经叱咤风云的贺拔氏三兄弟 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死里逃生的高欢并未下令撤军 因为其他两路大军依然完好无损 于是他下令反击 对宇文泰发起总攻 这一战耗费了宇文泰太多精力 西卫军在人数上不占优势 加之士兵们连续作战已经精疲力尽 面对东卫军的反击 宇文泰再次落入下风 只能下令撤退逃跑 高欢在后面穷追不舍 一直追到了陕州一带才安营扎战 稍作休整 此时有人向高欢提议 应该继续往前进攻 彻底拿下西卫 完成统一大业 但武将们已经精疲力尽 不想继续追击 军中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高欢担心军中生变 便下令撤军 此时的宇文泰已经完全没有还击之力 如果高欢继续追击 很有可能彻底灭掉西卫 但历史不能假设 每一个事件都不是偶然 而是必然 这次战争便是著名的芒山之战 这次战争是宇文泰一生中 最惨烈的一次失败 回到关中后 他主动上书元宝具请求降职 但元宝具是个聪明人 不但没有怪罪他 反而安抚宇文泰 此时的虎劳官还在东魏手中 宇文泰派人告诉高慎 继续坚守虎劳官 但信使半路上被侯景抓获 他将计就计 将信的内容改为 马上撤离虎劳官 然后将信使释放 让其继续给高慎送信 高慎收到书信后 当即弃城而逃 侯景没有废一兵一卒 就顺利将虎劳官拿下 而高慎由于仓皇出逃 致使自己的家属留在了东魏 后来高欢下令将他的家属处死 唯独把李昌怡留给了自己的儿子高成 可以说这场战争的导火索 就是为了争夺李昌怡 为了一个女子 致使无数士兵丧命 高成对此没有一点悔意 相反 他还因此沾沾自喜 高成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 根本原因还是高欢的纵容 公元544年3月 高欢打算扶持高成上尉 便加封他为大将军 总览东魏朝廷军政大权 此时的高成年仅24岁 高成上台之后 便开始以反腐的名义整顿立志 将那些自恃功高的元老重臣 统统拉下马 同时扶持自己的亲信上台 表面上看 这是高成在清除异己 实际上 背后都是在执行高欢的命令 在这次整顿立志中 司马子如等一众元老都受到了牵连 司马子如是高欢的老乡 还曾在高欢面前说情救过高成 但司马子如确实也存在贪腐之时 而且贪腐得相当严重 高成把司马子如当作典型来重点打击 在高欢的干预下 司马子如并未被杀 而是被贬为庶民 成为庶民的他 一度在垃圾堆里捡食食物 后来高欢又重新启用了他 让他代理冀州刺史 通过处理司马子如 高成彻底在老臣面前树立威信 不过高成并未打算收手 紧接着 他又将矛头指向了王公贵族 并将一众皇室宗亲收拾的服服贴贴 不得不说 在搞政治方面 高成表现得相当成熟 在东魏整治贪腐之际 宇文太也在想着如何卷土重来 这两次失利让宇文太意识到 一下子打垮东魏是不可能的 他必须积蓄力量 为了补充兵员 宇文太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下令允许关拢地区的汉人当兵 打破之前鲜卑人当兵 汉人耕作的传统 允许汉人参军 就意味着 允许当地汉人豪强士族发展武装 进而参政义政 此举引起了当地鲜卑人的不满 为此 宇文太向苏绰寻求帮助 在苏绰的帮助下 宇文太设置了两套军队制度 他先设置了六军 并奉行汉人尊崇的州立 以此来安抚汉人 然后又仿照鲜卑早期部落的八部制 设置了八名天驻国大将军 相当于八个部落的首领 其中宇文太担任两个部落首领 其余的六个天驻大将军分别是 李虎 李璧 独孤信 赵贵 于锦 侯墨 陈崇 六大驻国每人再配备两名将军 总共设置十二名将军 这十二名将军下面各自统领两名开辅 每名开辅统领一支军队 是为二十四统 就这样 宇文太建立了八驻国 十二大将军 二十四开辅的辅兵制度 宇文太将各派系的首领 变成了朝廷的政治贵族 满足了他们进入政治核心圈子的野心 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的管理 可以说 这个制度是具有前瞻性和突破性的 为宇文太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为了实现汉人和鲜卑人之间的融合 宇文太把手下将领所有的籍贯都改为关中 同时给鲜卑人赐予汉性 很多出身寒门的将领 趁机将自己改为关中士族 比如 李虎改称龙西李氏 杨中则改为红农杨氏 宇文太通过这一系列改革 慢慢消除了汉人和鲜卑人之间的矛盾 使得关隆地区进一步团结统一 这次改革也诞生了一个新的集团 这便是被后世不断讨论的关隆军事贵族集团 后续讨论北周 隋唐等朝代时 都绕不开关隆集团 公元545年 年近半百的高欢决定再次对西魏发起进攻 在去世之前实现统一大业 为此他做了周密的准备 为了进一步拉拢柔然部落 高欢提出 让高城迎娶柔然公主 但投兵可汗坚持让高欢娶柔然公主 并让他做正妻 否则就断绝往来 高欢的妻子楼昭君为了国家大事 主动让出正妻的位置 于是高欢便顺利迎娶了柔然公主 高欢为了讨好柔然公主 可谓是煞费心思 因为这位柔然公主正值青春 他要求高欢 每晚都得到他房间过夜 全年无休 不得请并驾和试驾 高欢为了拉拢柔然部落 选择了全力以赴 公元546年8月 准备已久的高欢出动了20万大军 从晋阳出发讨伐西魏 9月初到达了西魏边关玉璧 此时镇守玉璧的是一代名将 维孝宽 十年37岁的维孝宽 想要建功立业 面对东魏20万大军 他并未慌张 双方奉献了一场 足以载入史册的攻防战 最终 维孝宽笑到了最后 他凭借8000人将高欢的20万大军 挡在了城外 并让高欢折损了7万多人 这场攻防战非常精彩 后续会单独用一期视频 来讲述这场战争 在此就不再细数 高欢之前预料到 玉璧会非常难攻 但没想到会败得如此难堪 他本想在人生暮年 一举拿下西魏 结果连第一关都没闯过去 而且这一关似乎永远都跨不过去 纵横几十年的他 一时难以接受这个结果 急火攻心的高欢 不久后便一病不起 尽管他内心极度不甘 但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继续作战 当年11月 高欢下令撤军 带着无尽的遗憾回到了晋阳 此意也让微笑宽名震天下 宇文泰加封他为票旗大将军 晋爵为剑中公 回到晋阳后 高欢自敢时日无多 便开始安排后事 他急召自己的儿子高成来晋阳 面对病榻上的父亲 高成一言不发 在高欢的追问下 高成道出了实情 他担心自己继位后 领兵在外的侯景不会臣服 对此 高欢也颇有感触 因为侯景向来桀骜不驯 除了高欢能震得住他 其他人根本拿他没有办法 而且此前高成在整顿励志的时候 曾得罪过侯景 这更加深了高成的忧虑 面对高成的忧虑 高欢拿出了杀手锏 他告诉高成 能与侯景相匹敌的人 只有慕容少宗 慕容少宗擅长兵法 当年 侯景还遵他为老师 当初尔诸诏被杀后 慕容少宗投降了高欢 但高欢一直将他血藏 没有重用 就是为了日后制衡侯景 高欢告诉高成 日后可以重用慕容少宗 从高欢血藏慕容少宗 这件事也可以看出 他们两人都是心机极深之人 这也是在乱世中生存的黄金法则 解决完侯景的问题后 高欢又把身边的人分析了一遍 告诉高成该任用哪些人 该提防哪些人 公元547年正月初七 高欢最终没有战胜病痛 在晋阳去世 享年52岁 高欢死后 高成密不发丧 直到五个月之后 才宣布高欢的死讯 此时他已经完成了权力交接 高欢死后被追封为齐王 纵观高欢的一生 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乱世英雄 他出身底层 却未及人臣 他心怀大志 却壮志未仇 他有识人之能 但也刚愎自用 骄傲自大 他非常重视 与朋友之间的感情 但也为了政治 将屠刀挥向他们 高欢去世后 乱世仍未结束 荡气回肠的故事 依然在接连上演 他可能会判断 优优独播会 大家请不吝点多